Plex的资本利得和现金流是最高的 今天得带Jimmy过来看一下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Plex的类型 同时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如何购买Plex 如何购买投资物业在蒙特利尔 它的相关的技巧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Plex 对 在魁省独有的存在 对 这个看起来像公寓 但是它其实不是公寓 魁北克总共有三种房型 第一种就是Condo 第二种我们也常见就是House 独立屋 包括Town House 这都属于House的类型一种 第三种叫Plex Plex就是怎么翻译 它是有一种Complex 叫一个综合体的一种意思 这一套我们今天看 这是我们客户的一个楼 是16个Plex 对 我们所处的位置也非常的好 我们就在南岸Brosa的 大之后大街的和罗马大道的交汇处 隔壁就是实际超市 还有其他的中国餐馆都在隔壁 非常方便 开车一分钟就到巴拿马公交总站 马上两个月之后那边就会开通 对轻轨 对 这边也定成Plexa的一个未来 一个新的市中心的一个位置 在这个地方可能交通各方面设施都很便利 对 赶紧去看一下吧 王总 好 我们进去 来请进 这个楼总共是有4层楼 现在有一套我们是帮客人出租 它这16套是有两个入口 一面是8套 另一面是8套 所以这个16套中只有两套是4个半 其他14套都是5个半 这样跟我们前几期那个路的那个大house 或者是那些高端的公寓好像有点防范 有点不一样 对 相对来说是比较 不太好 对 是 这就是一个Plex的一个特点 Plex就是专门的用来投资收入的 对 这里面住的全都是租客 这种楼基本上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 2000年以后的Plex就越来越少了 首先政府不愿意批 对 现在政府就是更愿意批condo 因为condo的户数多 它将来这个税收的也多 这样的房子的话 一般是住给怎么样的人 这种房子它的租客相对来讲都是一些低收入的一些群体 对 因为它租金比较低 它房子相对也比较破旧 这个稍后我会给大家讲一下 详细讲一下关于投资 如果你在这边投资房产各个类型的一个优区点 好 王总我们现在来到您南安的办公室了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我们国内来客人带着一笔钱 那他可能在这边已经有置业了 那么他如果想投资的话 哪种房型就是房源他的投资收益最高呢 对我们这边的市场上有三种房型 分别是condo就是我们用的常说的公寓 或者是house就是独立屋 半独立 这种连排别墅都属于house 没错 还有第三种这个房型叫plex plex plex可能我们国内的观众朋友不是最了解 或者是在这边也没有投资过的客人也比较多 plex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plex房型在魁北克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 它的英文叫一个revenue property 它其实是一种出租收入房 这种房子买下来基本上都是出租出去的 自住的话以前也是有一些的 是比较少的 plex如果这个楼里面是有两套 我们管它叫duplex duplex其实是像一些拉丁文的 它这个意思就是tuplex就是两个plex 如果是三套就是triplex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那套是16套 所以叫16plex也可以这么讲 是是是 那在蒙特利尔的话这种出租收入房多不多 这种房子是非常多的 这种plex的话它的这个普遍房龄都比较久啊 一般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是比较多 八九十年代以后的会很少 现在偶尔也会有一些新的plex 包括我们自己的也有一些项目 也现在在开发这种plex 这个我们手里也有这种代价的plex 但是总体来讲很少 所以它需要很多的维护 但是它的投资收入比率会比较高 明白 里面也提到说我们这边有三种不同的类型的房源 对吧 然后那客人如果投资的话 投资哪一种性质的房源 它的投资前进比较好 收益比较高呢 这三种呢 condo house和plex呢 如果从性价比来讲 一定是plex会相对来讲比较高 对 因为投资房产呢 我们主要是讲究两点 一个是呢 就是叫cash flow 叫现金流 还有一个就是叫capital gain 叫资本利得 那什么是cash flow呢 就是说我们这房子呢 买来我把它出租 我们的租金是否cover月供 是否cover所有的这个费用 对吧 那这个capital gain呢 资本利得就是说 我这房子 比如说我80万买的 我将来100万卖 对吧 那我赚的这个这个差值 叫资本利得 就增值部分的 ok plex呢 从现金流和capital gain 它的资本利得呢 相对于house和condo 都要高一些啊 哦 那我们大家过来 就全部买plex 不就成了吗 最早来的咱们的华人移民 刚开始过来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都会去选择plex 哦 真的啊 那现在怎么样呢 现在呢 多元化一点去选择 包括很多人去买condo啊 很多人去买house plex从性价比投资来讲 肯定是最高的啊 但是呢 plex的劣势也比较明显 比如说呢 它的租客 一般plex租金都不会太高 所以它它的租客 相对来讲 收入都比较低 租金也比较便宜 容易产生这个 跟租客的纠纷的 这个问题会比较多 嗯 第二个问题呢 plex相对来讲都比较老 所以它每年 这个修缮成本 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每年我看 我们有很好的一个现金流 但是呢 可能费用一下子 就是修缮了就比较多 刚才我们看 那个16套的那个物业 去年就换了整个的屋顶 前年呢 整个是换了这个下水道的工程 19年呢 把整个墙面换了 这个都是好几万加币的一个费用 所以呢 它平常这种费用 其实还是蛮多的 所以它的收入很可观 但是呢需要修修补补补的小地方也挺多的 对的 所以如果客人要投资的话 前期要做好这个心理建设 预建设 对吧 对 这种plex呢 可能比较适合 第一能够去 能够操心这件事的 嗯 对吧 还有就是说 你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汉利曼 帮你干杂活的一个人 嗯 他能经常帮你做这些事情 那可能就比较好 还有就是 也要承担这租客的 相关的一个法律风险 租客会带来什么样的法律风险啊 这边 魁北克的租客的话 跟国内租客有什么区别吗 租客的管理办法呢 跟这个国内的这个差别非常的大 中国其实是这个 房东比较强势 在魁北克呢 租客是非常强势的 这边呢 我们有这个叫 黑G的罗志望 是专门管租客的一个管理局 呃 他里面有自己的法庭 很多法律是 完全是偏袒租客的 作为房东你去维权的话 很多情况下 你不一定能够胜诉 比如说 租客不交租金 他不交租金的那一天 开始算 真正你想能把他赶走 都不是说要回租金吧 你真正想把他赶走的话 至少的一个两三月起步 之后你再管他要租金的话 呃 也很难要回来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感觉上这边的法律 很保护这边的租客 对吧 租客的权益也很大 然后房东跟租客打交道 也要 相对小心一些 这个呢 其实我觉得是要辩证的 去看这个问题的 如果你把这个出租房屋呢 当成一个生意来做的话 不良租客这种事情 当成一个生意风险的话 你可能也就想开了 因为魁北克的 他的整体的租金还是蛮高的 收入也是非常不错的 隔几年有一个不良租客 他算是你一个business risk 然后你把它考虑进去 可能总体你算总账 还是划算的 Plex的贷款的话 跟市面上的那个Condo和House 有什么区别吗 怎么来贷款Plex Plex跟Condo和House 确实不太一样 Plex的话银行 它会更多的考虑收入 而且Plex呢 如果你买的是五套以下的话 它的这个贷款 是一个residential的一个贷款 就是一个民用的贷款 对超过五套以上呢 是这个属于商业贷款 对 但是有些个别银行呢 它会考虑到六套 它也算是民用的 总之呢 它跟我们所常见的Condo 或者House的贷款方式不一样 Condo和House呢 普遍的贷款 像新移民的话 很多是35%的首付 是比较普遍的 但是Plex呢 我们一般会做到 20%的首付比较多 因为更多的考虑到 它的收入也会计算 在贷款算法以内了 那什么样的价格 算是一个很好的deal呢 算Plex的话 我们是有一个系数去算的 我们基本上是一个粗收入 就是英文叫Growth Revenue 粗收入和总价去做一个比较 比如说这个房子呢 开价是160万 它的160万呢 它的这个粗收入是8万 那160万除以8万 它相当于就是20倍 对我们是算这个倍数的 所以我们是看这个倍数来评判 这个房子的投资的一个 Plex投资的一个性价比 对吗 大家呢可以在网上自己看一下 它的这个报价和看一下 它的这个Growth Revenue是多少 自己除一下 就知道可能它的这个开价 是一个什么一个倍数 没错 那什么样的倍数 王总是一个好的一个倍数呢 或者投资呢 根据当前的市场那个情况 我们主要要看一下成交价 经纪人会给你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知识了 它的这个一个再挂的价格 我们来给出一个答案 在利率上涨之前的话 蒙特的市中心的这个Plex的话 它的普遍倍数啊 会能达到20到21倍左右 就比较高了 对比如说你是8万的一个收入 粗收入 然后呢你这个房子就能开到160万180万 就有这个一个价位了 对 但是你要去郊区一点的地方 比如南岸西岛 这个倍数会比较 会相对低一点 比如19倍啊 这个确实要看着当地的成交价 来去算一下这个倍数 是不是倍数越低越好呢 从价格上来讲的话 倍数确实是越低是越划算的 根据您说的话 那我们客户看一下倍数 哪个低就买哪个 对吗 不能这么讲 对因为的话 这个一个是我们要看一下 它这个虽然说这个Gross Revenue 它里面呢 是否是一个真利子和假利子 因为有的可能是 它那个利子是一个虚构的利子 还有虚构 对会有出现这种情况 也不算虚构吧 我就说它是一个估值的利子 它并不是一个真利子 这块我们要可能要判断一下 它是否值这个租金 对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普遍的Plex 它的这个房龄都比较长 它有很多的问题 它相对相对于这个 House和Condo 在质量问题上确实需要把关 这块一个 Plex还有什么质量性问题 需要我们去 甄别或者去小心判断的 比如说屋顶啊 地基会不会有问题 有没有沉降问题 有没有漏水问题 有没有黄铁矿问题 有没有石面问题 Plex我们也普遍有 比如说电线是铝线 包括它的窗户需要更换 外墙面需要维修 如果它有油罐的话 可能涉及到油污染 对吧 类似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些确实也需要一个专业的经理人帮你去 把关这一块很重要的 对 那王总听下来好像也 Plex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投资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什么样的人比较 更加适合投资Plex呢 我觉得呢 投资Plex的人呢 更多是自己 比如说能做一些小的事情 比如说一些基本的维修 他自己可能能搞定 雇一个汉利曼帮他去搞定 偶尔总会有一些事情在这儿 还有一点呢 就是Plex的 我刚才讲的这个跟租客打交道 有些人他会觉得心很烦 租客比较难缠啊什么的 要提前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比如说你要上庭啊 跟租客打官司这些事情 甚至到最后比如租客 住三个月五个月 不给你交租金走了 但是我刚才讲了 你要承担这个风险 生意嘛 有赚有赔 我们到最后算总账的时候 Plex的它的整个的这个收益比 还是蛮高的 对 像我们说投资的公寓 别墅和Plex 他们各自的特点特性是什么样子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一个经验吧 像我呢 我是condo Plex和这个house 我都有投资啊 还有就是说 我每年做很多的大量的这种交易 根据我经验来看呢 就是从这个刚才我讲了 这个资本利得 就是叫capital gain 和cash flow 就是现金流 这两点来讲 Plex的资本利得和这个 现金流是最高的 其次是house house的话 它其实它的资本利得是非常高的 但是它的这个现金流呢 就会比Plex差一些 而且house 你要考虑到它的一个控制率 它偶尔比如说一个租客退房了 你可能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 摆这个租客才能找到 condo的话 它的这个现金流和资本利得 相对来讲 要比其他两个房型要低一些啊 这三种房型我都有投资 为什么呢 就是说 真的是各有利弊 我说实话 真的是各有利弊 像Plex的话 它的这个回报比最高 但同时很闹心 我可以这么讲 真的是很闹心 所以作为我个人而言 我未来不打算再去投Plex 很闹心的 我未来会投更多的 像house比较多一点 虽然说house呢 在租房上会有一些难度 但是house capital gain 将未来的资本利得 它会很高 在中国也一样 中国到最后 我们真正赚钱的 还是这个房价差 对吧 所以就您而言的话 就是这样几种产品的话 我们客户可以都投 但是呢 会有自己适应自己的那个比重 对不对 有实力的话 都可以投一些 这样也同时可以 风担一下风险 没错 其实我不能说 哪一个房型是最好的 对 哪个房型都有它的优势 大约是在2015年到2019年左右 Condo市场就非常好 那时候你买小户型的Condo 像studio或者Eward的都赚到钱了 但是现在的话 Condo的投资相对来讲 就不如house或者是Plex划算了 明白 那王总 那像关于Plex的话 那我们手上有什么样的房源呢 能推荐给大家 我们Plex的话也是有很多房源的 包括一些大型物业 比如说50多套的 二三十套的这种房源 我们手上都是有的 六七十万价位的这种 Duplex triplex就两套或三套的 都有很多想要投资Plex的话 也可以进行咨询 没错 就是我们的Plex的就是范围和价格区间都很广 对的 如果各方面需要的话都可以来找我们 是的 包括五六十套的这种大型物业 我们也都是有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来联系我们 然后我们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一个服务 对吗 对